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抱怨眼下的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的太过于缓慢 因为中方一直在试图重新谈判 美国政府早在2018年的9月就曾宣布 关税会在2019年初由原先的10%调升到25% 但由于中美两国同意展开谈判 这项措施被暂时压后 如今看来在下周五之前 如果美中贸易谈判仍无法达成最终的协议 这项措施即将被美国政府来实施 在推文发出之后 中国A股股市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创业板下跌了近8% 上证指数盘中下跌了7% 仅仅一天的时间 亚太股市就合计蒸发了4万亿的市值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华尔街电视的主播杨阳 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股市的数据 昨天是中国的星期一 亚太股市也是遭遇了黑色星期一 港股恒生指数是暴跌超过了800点 台湾地区股市也下跌近2% 新加坡股市也是出现了暴跌 创出最近三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那亚太股市的暴跌影响到了欧洲的股市 把国股市开盘之后一度暴跌超过了2% 德国股市在开盘之后跌幅也将近2% 那除了欧洲跟亚太 美国三大指数今天也是大幅的低开 道指低开1.6% 纳指低开2.2% 那初略估算整个黑色星期一 亚太股市市值也是合计缩水超过了4万亿的人民币 那A股市场上证指数是暴跌了171.88点 跌幅达到了5.58% 失守了3000点的整数大关 那除了这个股市之外 惠事也是不容乐观 人民币的低势扩大到每美元6.8218 也是自2016年1月以来的最大的跌幅 可以说是很凄惨了 非常的非常的凄惨 那么自从川普发文之后呢 这个对人民币和股市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推文 在中国呢 这个消息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报道 在微博上翻译 专门翻译川普推文的文章 都把这个消息给删除了 同时呢 有几名用户表示 在微信朋友圈发川普的这个推文 也都被阻止 就在我为这个节目做准备的时候 我使用微信的传输助手 想传播一个国内报道这个事件的网站的时候呢 我也发现我自己的微信 在也不能被使用了 它已经禁止我访问 通过微信访问这个网页 而且这个图片就是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是我刚刚用自己手机来截的图 所以说明这个消息 确实是真的 北京方面确实试图在阻止这个信息的传播 那么虽然官方的媒体 没有报道推特的这个消息 在川普发文之后 他的行为却还是瞬间的被中国网友所了解以及调侃 他呢 现在被比喻成了最近很火的漫威电影 系列里面的这个一个终极大反派的角色 叫做灭霸 也就是一个人可以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把半个中国股民的这个市场给翻转的男人 非常的有影响力 那么除了这些搞笑的图片以外呢 网友在网上的段子也瞬间的炸开了锅 我给大家整理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段子 就比如说有人说黑天鹅原来是川普变的 股神巴菲特说我准备投资中国市场 川普说报我的名字可以打七折 或是川普一个绿了全球股市的男人 巴菲特讲一堆抵不住川普发一推 或者是今晚有多少人因为这只金毛 夜不能眠 还有一个对联 诸葛亮俯勤下退十万兵 特朗普推特重创千亿股 横批弱不经推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网民确实对这个消息表示比较的愤怒 然后但是愤怒之余呢 还没有忘记做一些表情包 做一些这些段子来调侃一下川普这个行为 那么我想问问我们主播着弦 您觉得为什么在中国的微博会出现这种讨论点呢 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特有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新浪微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平台 首先大家都知道它是被控制的 它一定是在这个政府监察之下在运作 所以就包括产生很多被删帖子 或者热搜被买的证明性现象都是其实有暗箱的操作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热搜因为毕竟是被控制的 所以很多我们现在在国外能够得到并且讨论的消息呢 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不一定能够看到 比如我们之前知道这个黄秋生得了这个金像奖 金像奖是什么奖的影帝 就我们发现第二天的这个新浪微博其实并没有人在热搜这个事情 可是呢其实在国外的比方说推特啊跟各大的媒体上面 其实都一直在华人的社区都是非常广泛被讨论的 不仅是这个我们现在一直在关注这个华为的案子 任何对于华为的不好的一些言论或者评论 比方说外国的智库发表的对华为的没有那么友好的文章 在这个新浪微博一定都是看不到的 可是呢它毕竟是一个靠公众的喜爱度而被撑起来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呢它也不得不经常去顾及这个公众的利益 比方说我们之前知道这个同性恋的一些话题 那它突然就被下架了 可是因为国内的中国大陆的这个同性恋群体一直也在发生 他们就不满这个自己的话题不能在新浪微博上面发出来 所以他们呢有这个广泛的这个一大轮的发声 也导致了这个新浪微博在舆论压力之下 重新放出这么一些的讨论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受到上面的压力 同时也受到这个公众的压力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呢就会出现像这些川普的这个如此大的这么一个对观 所以的一个举措 他放出来的是被审查过的消息 就比方说能放出一点点事实性的东西 说这个川普在本周五啊会起关税 那么呢民众又不能看到更加深入的信息源 比方说到底为什么川普会突然的有这个举措 或者这个川普在发了这两个推之后 他有什么后续的行为 这些被定义为比较敏感的深入的报道 其实呢都是被筛选过不能放出来的 所以呢像中国社交媒体这么一些微博 这么一些平台它采取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是一个箭走偏锋的讨论 你可以就是针对一个广泛的事实 有一些比较娱乐性的信息 它是他们知道是可以被放上来的 你就可以继续进行讨论 可是比较敏感的一些其他的信息深入的报道 一定都是全部被过滤跟筛选到的 所以总结为一个字 就是中国微博上面的所有的信息都是被压制的 广泛公众的讨论也是被压制的 但是我不明白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经济事件的 我们知道股市下跌 包括这个贸易战是比较偏贸易偏经济的 为什么这个事情跟看似跟这个政治没有太大关联 为什么也要被禁了 我个人的猜测是因为大家如果觉得股市会跌 肯定就是会慌 引起恐慌 他可能不想民众突然慌了之后觉得 啊川普要对中国进行什么大动作啦 所以就可能再平反一下民众的心情吧 我觉得把那个川普比喻成灭败也很好笑 灭败不就是打一个强指吗 打个强指中国的股市要减一半 嗯没错 可是你们为什么 我有一点好奇 就是为什么中国可能当局或者微博上允许 他们以这种调侃的方式发一些图啊 发一些段子 可是一些深入的报道都被禁了 但是这个比如说一些深入一点报道被禁了 对中国的这个当局有什么好处呢 难道不是应该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事件毕竟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啊 嗯是这样的 这个贸易战呢目前发展到这一步啊 是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谈判破裂 破裂的原因呢是两个 我们也知道谈判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多了 那目前谈判到现在双方已经是非常疲惫了 本来说呢这个3月1号就要加税 但是后来又说不加税了 我们重新谈判 结果说呢这个3月底呢可能 这个我们习大大可能会来到美国跟这个川普见面再谈判 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已经5月份了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上个星期谈判破裂的原因呢是因为中方突然反水了 就是中方突然推翻了以前所有的承诺说我们重新谈判 我们不承诺了你以前我答应你的我们再重新谈吧 我不想再答应你这一些事了 所以呢导致川普就很生气 所以呢他才要突然加这个税 所以这个事看起来好像是中方的不对 所以呢可能北京方面才要这个封锁信息 不让大家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才要加的这个税 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我觉得另一个 这个Kevin这个想法很好 因为这个的确也可能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任何的这些广义的这个社会问题啊 就是政府采取的都是希望他们轻质化 这样呢他才不会想要去问责 因为像是美国这么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任何的这个关于任何领导人的消息 正面的负面的都能够在报道中显现出来 那民众就可以这个顺藤摸瓜追溯到到底这个事件本身出来 是因为政府的哪个环节出了错 那如果呢在这个中国微博上面把所有问题轻质化了之后 大家可能就是一笑而过 比如我们看这个表情包 可能就发给我们的朋友笑一笑就过了 可是不会真正的去思考到底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要给谁追究 要问谁来问责 所以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要 do with this situation 所以才会把任何的政治问题娱乐化 我理解 同时把这个可能所有的责任或者这个锅 甩给特朗普一个人 对 正好就有了这种效果 是的 并没有考虑他为什么发这个推 或者他是怎么让他来做出这个决定的 对 他们只考虑了他的这个决定之后 产生的对股市的动荡 以及对人民币的这个影响 没错 我觉得川普其实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动作 如果真的达不到他满意的这个谈判效果的话 就像在二月份的时候他不是之前有川金会吗 跟川金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是聊不拢的时候 他就直接不是当时就走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可能态度也是比较强硬 因为在他的推特里面 其实他最后他说了一堆现在的状况 然后他最后其实说了一个no 一个感叹号 就是不 他不允许这个事情再这样拖下去 他一定要马上就要达到这个协议 或者达到他想要的这个结果 所以你们觉得可能川普之后会有什么动作呢 我觉得川普他毕竟是一个嘴炮 所以这样的这个推特发出来 其实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想到 所以很难真正的去猜测 他这个到底是经过他身边的所有顾问 坐下来讨论过之后才发出这么一个推 这么一个决定 还是说只是他一十星期大家在想对策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他马上就要加税 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啊 他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就马上 把这个事情做好 要加税的细则条目都把它安排好 这么短的时间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也觉得是 还有可能是威胁一下 中国方面的团队 对就是让你们快点行动 但是这个威胁力 我觉得震慑力也是蛮大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股市跟会市都可以看得出来 对确实蛮蛮厉害的威力 他打一个嘴炮 已经把半个中国这个股市都炮掉了 轰掉了 所以还是比较 比较有影响力吧 我觉得川普现在 那两位主播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对于这个事件 我很期待有什么后续的表情 不知道会继续关注 好的 那感谢各位观众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聊天室 谢谢卓贤 谢谢杨阳 然后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且在社交平台上面关注我们 谢谢导播组的精美制作 我是戴子涵 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聊天室 我是卓贤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透露 自己在山东青岛入住一家Airbnb 中文名字叫爱比营 这个民宿的时候 他在无线路由器里面 发现了房东设置的隐藏的摄像头和储存卡 而拍摄的方向就正对着卧室 那这个发现隐藏摄像头的住客呢 原来他本来是从事信息安全相关的工作的 他最近呢 刚好有接受过仿侦查方面的训练 所以呢 在入住之后 他就在这个房屋的玄关和卧室里面 发现了三个动态感应器 但是呢 他随即发现室内并没有智能家居 他就引起了他的怀疑 最后呢 他就检查到了房间里面的路由器 发现呢 有一根排线异常 于是呢 他就拍摄了一张照片 并且询问了相关的朋友 确认了这个路由器被进行了改造 于是呢 他就拆开了路由器 发现里面真的有这个储存卡 最后呢 他就立刻的报了警 那么在这个本月五日晚上呢 AMBNB的公关就对外发出了回应 说目前呢 已经将这个房东的房源 永久性的进行了移除 还说啊 在房客与他们得到联系的当天呢 已经给房客做出了全额退款的处理 并且承诺呢 会支付房客的酒店费用 那么据称呢 这个涉案民宿的房东 他是自从今年的三月起哦 就在这个房间的路由器 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拍摄他人的隐私视频 进行观看 目前呢 他得到的惩罚是 被行政拘留20天 并且罚款500人民币 那么根据中国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 居留20天跟罚款500呢 已经算是这个处罚下面 最顶格的处罚了 但是我还在想 这个违法是不是 有点相关太低一点了 毕竟这个 已经是拍摄到别人的隐私 先不管拍摄到是什么内容 可是听起来还是有点 有点让人吃惊的 那么我们发现 其实啊 隐藏摄像头这个问题啊 已经困扰Airbnb这个企业 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呢 在网上一搜就可以发现 特别是在美国 有过很多相关的案例 那么根据大西洋周刊的报道呢 在今年的1月份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Max 在Miami订了一家Amb&B 他订的时候其实非常放心 因为他觉得通过图片 算面看这个房间呢 看起来好评非常多 而且呢 顾客对他的评分也非常高 值得评论都会提及 这个房东本人很友好 于是他就没有想这么多 就预定并且住进了 这个两市 两市两位的房子 那么在一天他吃完饭回家之后 发现呢 一打开门发现室内有一个闪光的点 然后他走近一看 发现是两个长方形的小盒子 堆放在客房的一侧的插座旁边 都是正对的床 从远处看其实不太可疑 因为看起来就像是手机的充电器 但是呢这个Max他走近一看才意识到这两台是摄像机 而且当时正在录像 于是他就很害怕迅速就把相机里面储存卡拿了出来 并且联系了Airbnb 而这位Max呢他之后其实呢是对Airbnb发起了民事诉讼的 因为他提到第一这个房东的名字是前后对不上的 因为这个房东他对外宣称自己口头的名字叫做Ray 可是呢书面上显示他都是叫这个Ralph 所以呢这个Max他觉得这个房东第一是身份上面对大家进行的欺骗 那么另外呢是这个Ralph他本人呢是恶房东 他在没有经过大房东的许可之下呢 就把这个房子当做了民宿 所以Max觉得呢这也是违反Airbnb的条款的 那这个Max呢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位青岛的房客 获得到了相似的这个这个赔偿嘛 因为这个Airbnb呢就把这个Max的房费给退了 并且呢也把这个房东Ralph永久的提出了这个Airbnb的房源 那么其实Airbnb我们都不都不陌生了 不论是在其他国家旅行或者甚至是在中国 其实它也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一个选择住宿的方式 所以呢就想把问题丢给现场两位 所以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过住这个Airbnb的经历 你们体验又是怎么样的 对我非常喜欢住Airbnb 因为它比酒店便宜而且空间比较大 而且都有厨房啊 就出去旅行的时候会比较舒服 像一个家一样 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偷拍这种问题 以前考虑的更多的是安不安全呢 或者是脏不脏整不整洁这一类的问题 所以我订Airbnb的时候都是会看它的评价 我一定会选比较多评价 并且一定是在4.8分以上才会去住 但是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偷拍的问题 Kevin觉得呢 我觉得呢因为Airbnb其实都是私有房源 它其实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去专门管你房间里面的这个整洁的状态啊 然后可能你装了摄像头 也别人也不知道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一样 我觉得这个摄像头 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侵犯了隐私的问题 那如果把你的这些生活起居拍下来过后 也不知道它会用作什么用途 可能会上传到一些网站上 然后或者很多人都会看见之类的 这又很侵犯你的隐私 那我个人住Airbnb 第一是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订过Airbnb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订它 肯定是因为它比较方便 然后比较有家的感觉 可能一大群人想要一住在一起 可能有的酒店不允许很多人住在一起 那有房子里面有就是自己的厨房啊 或者是洗衣服的洗衣机会是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我也遇到过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在美国的房间 我订过一个房源 照片上看起来都很整洁 可是到了现场过后 其实那个房间是没有打理干净的 因为这个房子的房东 就是根本就没有打理 他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堆在一起 然后水槽里面甚至还有一些脏的东西 但是这个房东也不管 最后你就只能给他一些 可能分给他少一点 但是你这些东西report给Airbnb 那些房东也不会为此做出什么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是Airbnb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些不稳定性 嗯 跟我们说这个问题 其实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 所以可以看出Airbnb 其实它提供一个平台上面呢 是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么一个平台 可是真正监察起来 它在成为房东过程中 或房东跟房客互动过程中 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呢 Airbnb有没有仔细做到一些 事后的这个补偿呢 其实也是有待追究的 那么说回到这个摄像头的问题上面 我就在想啊 Airbnb是不是会有对房东在 能不能在房间里面装摄像头的规定呢 然后网上一查是真的有的 就发现Airbnb它所写好的规定呢 是允许这个房东在室外 客厅等的公众区域去装摄像头 暗示呢是绝对不能在浴室或者客人休息的房间装 而且呢Airbnb在2018年又出台一条新的措施 说呢房东呢需要报告自己装有摄像头 如果报告之后呢客人要预定这个房间呢 他就会收到一个弹窗notification 就来告知他们摄像头的位置跟用途 那客人必须点击同意之后呢 才能继续进行这个房间的预定 那么根据这个之前提到大西洋周刊的报导 Airbnb的这个信息与安全沟通部门 他的有一位代表呢就对这类刺刑 他说出过回应 他就说啊其实这个平台呢 他会将这个房东与一些数据库 比方说性犯罪者 重刑犯数据库等等的进行比对 去过滤那些有可能对房客进行监视的房东 而且呢Airbnb也采取一种信用的这个风险评分制度 来登记房客的房东跟房客的可疑行为 并且呢他会定时这个检查 并且删除得分比较低的房东 不过啊这个这些措施听起来都是比较机智的 我在想Airbnb还能不能做一点别的呢 可是他作为一个平台 其实这似乎已经是他责任范围的极致了 那我们想如果这个Airbnb要作为一个平台 他要去监视每一个房东有没有摄像头 并且呢监视这个房东在这个符合规定之后的一段时间 有没有重新安装新的摄像设备呢 似乎也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Airbnb现在这个房东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简单的平台 他能不能做到监控每一个个体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值得继续去追究的 不过我们知道Airbnb他说白了只是一个中介这么一个平台 他呢因为一是不拥有这个房屋的产权 二呢他也不是房东的雇主 所以啊公司有规定的很多规章制度呢 也仅仅是因为要遵守当地的税收跟住房的法则 但是呢这样的企业规章制度其实并不会替代 也不能够代表到当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所以呢真正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往往是受害者不知道要跟谁去问责 但是呢在仔细思考这个特别的个案的时候呢 我在想其实更值得我们去追究的 是这个房东他付了罚款被永久的 剔除出这个Airbnb做房东的权利资格之后 他之前所录过下来的储存下来的影片 要怎么样处置呢 因为理论上这些设备其实一直是可以存在在这个房东的电子设备 还有电脑上面的 甚至如果他在电脑上面删除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云端也是非常发达 但有可能是删除了仍然上传到云端 并且共享给其他的人看 他有可能已经把这些一段的影片分享到这个非法网站 所以啊这些内容啊这个追究似乎Airbnb都还没有做到 那么据称啊在这个法律上啊偷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情况 其实是很少 虽然说是侵犯了隐私权啊 但是他更常被定义成为一种治安违法的行为 顶多呢就是在这个山东青岛例子里面就是这个房东被拘留并且罚款 那么只有这个偷拍之后对隐私视频进行传播才有可能构成犯罪 那么在微博上面看到一个法律博主叫做谈点看法 他就说啊偷拍者呢如果被定性成为侮辱 情节严重可能会判到三年以下 那如果他被判成这个传播淫费的这个信息 比方说把这个视频发到这个非法的网站 情节严重也最多只会判到两年 所以呢总结来说现行的法律 其实它是对偷拍者还是比较仁慈的 所以真正受害起来这个受害者 其实呢是真正的利益得到最大损害的一方 所以我就在想可能啊在这个法律更加完善之前啊 只有我们自己留个心眼了 也想问在场同样作为女生呢 杨阳不知道你有没有以前学习过一些对偷拍 可以进行反偷拍的这么一些小技巧呢 没错我就去上网学习了一下 没想到真的有好多种方法 真的是我觉得出门在外 女孩子一定要小心一点 就是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偷拍这个情况啊 Airbnb是很难监管的 因为毕竟是这个房东的个人行为 如果他不报的话也很难发现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几招来防这个偷拍啊 呃第一招呢就是你进去这个Airbnb啊 先想一下如果有人要偷拍我 他最有可能把那个偷拍器放在哪里 想一下之后呢呃最有可能呢 其实就是对着床对着床的地方呢 你要仔细检查一圈 嗯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把房间的灯关掉 然后呢开启你手机里的照相功能 扫描房间绕着房间走一圈 如果有呃看到有闪的地方 有闪烁小红点的地方 那可能就是偷拍器要仔细检查一下 就好像我们那个开头讲那个例子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发现的 那再有呢就是使用专业的探测工具 其实如果不是经常住酒店或者Airbnb的人呢 这个专门买一个探测器 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经常携带在身边 然后呢就是扫描这个WiFi网络 你打开手机啊 如果你看到有可疑的这个WiFi名称 呃如果是一个相机的话 或者是摄像机的话 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可能就是藏在你房间中的这个偷拍器 下一个方法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呢 最好把灯全部关掉 这样呢别人也没有办法偷拍你什么了 然后呢就是把呃电源呢检查一下 或者是把那个闹钟啊 把这个WiFi啊路由器什么这些小件 容易藏这个偷拍器的地方呢 仔细检查一下 并且呢把那个电源最好拔掉 如果不需要用到的话 比如说闹钟这种啊 就把它拔下来电源藏在柜子里 或者什么地方这样也会比较安心一点 另外呢有哪些地方容易藏这种偷拍器呢 首先呢就是烟雾感应器 这种呢是最高位的 因为它首先呢是处于整个房间的最上面 是可以一览房间整个房间的各个角落的 所以呢天花板呢是一定要检查清楚的 如果有同时好几个这种烟雾爆点器挨在一起的 你就要小心了 另外呢就是呃灯的开关或者是这个插头的地方 可能就会藏这种透拍器啊 呃要检查一下 其次呢就是墙角空隙的位置 另外呢就是圆形的 有一些圆形logo的地方 因为那个针口是圆的嘛 所以它很容易藏在圆形的这种地方 另外呢就是电视电视的开关 电视的角落都要检查一下 其次呢就是房道眼 房道眼呢房东可能会用来监测你是不是带了其他人呢 是不是带了很多呃奇怪的人进来 所以都可能装在那个猫眼里面 如果你不想被人监视的话也要检查一下 另外呢就是镜面 很多人也知道那个镜面你要把手贴一下 如果它是呃没有完全没有缝隙呢 你可能就要小心了 可能后面就藏着一些东西 嗯 非常感谢颜杨给我们分享 如此实用的这么一些小技巧 我们知道针孔摄像机它真的很小很小碎啊 很多时候啊 特别是现在女性在上公共厕所的时候 她也要到处先看一圈 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小缝隙里面 被藏着针孔的摄像头 不过希望大家学习了这几点小技巧 就不需要成为反侦探专家 也能保障自己的隐私安全 不知道您对这一则AMBMB的新闻 有什么样的这个见解呢 欢迎您在屏幕下方给我们留言 与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也请对我们的节目进行点赞跟转发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跟明镜聊天室 我是卓贤 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聊天室 我是杨阳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娱乐新闻 当地时间6日 37岁的英国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 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这是他与哈利王子的第一个孩子 英国王室又迎来了一名新的成员 小王子将会是英国王位第七顺位继承人 据英国媒体报道称 梅根将打破王室的惯例 产后出院时不会带新圣儿在媒体前亮相 这也让许多想要一睹哈利王子夫妇 与信圣儿风采的人略感失望 那具有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呢 由于梅根是美国公民 这名王室混血宝宝将自动的拥有美国国籍 也就是双国籍 这也意味着王室宝宝将有责任向美国缴税 也使得美国国税局可以一亏 英国王室成员的实际财产状况 5月初呢 范冰冰与公益活动爱里的新意料团队一行 赴西藏阿里为当地的孩子们进行先天性 新疆病的筛查 公关文写着她扎着马尾素颜线身 穿着粉色毛衣简单大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啊 她这个素颜应该是个素颜妆吧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今年65岁的朱时茂又被拍了 2012年的时候呢 朱时茂去和合作的年轻女演员在地下车库积吻 当时呢朱时茂说她和女演员只是朋友 17年的时候呢 朱时茂再次被拍到和一名年轻女子拉手拥吻 事发之后啊 朱时茂发微博说媒体无中生有损害自己的名誉 今天呢朱时茂又被拍到了 朱时茂手臂揽住一名美女的脖子亲吻道别 真是老荡易壮啊 我们看图片呢 貌似都不是她的妻子范旭霞 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张敏可能要复出拍戏了 今日呢有媒体致电51岁的张敏 询问其近况 并询问是否会复出拍戏 一直忙于学佛的张敏呢 则回应称道会考虑复出的 因为从佛教上来说 每一样事业都做得好才会变得完美 我们可以看到她年轻的时候真是非常漂亮 但这张最近的照片中呢 右边这一位是张敏 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认不出来了 因为这个美颜滤镜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话题 张丹丰宣布必赢辞职 六日晚呢 张丹丰风风波之后首次发了微博 他写了一篇很冗长的小论文 来倾诉自己的不满 以及自己和经纪人的委屈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这篇长文 我帮大家来总结一下 他说的第一点呢是啊 我很冤枉 你们两次通过几张墨虚有的照片 就编排我和经纪人关系不正常 第一次我拼命解释 第二次我气得不想再浪费时间 所以冷处理 没想到你们却没完没了 一直黑我诽谤我 第二点呢是他 他说带节奏黑我这事没完 我一定会让律师调查清楚讨回公道的 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对他的恶意批图 像是这样的 第三点呢他说啊 我太太红心没出面帮我解释 是因为这本就是我自己的事 要出面也是我自己先 我太太红心删除微博 是因为我们吵架了他一气之下删除微博而已 哪个夫妻不吵架 你们非得编故事 害我们家庭破裂才开心吗 但是去年8月份呢 找红心夫妻合体出来澄清绯闻的时候 解决危机的那个是谁啊 当时他肯定说这个事儿红心管不着 好不需要他出面 那红心呢最近来接受媒体采访 都是说能不能聊点开心的事儿呀 并且呢这个张丹峰还扣大帽子 说网友盼着他家庭支离破碎 女儿生日不发微博去给经纪人来祝这个生日快乐 家庭不和睦能怪网友吗 再一点呢是他说网上的吃瓜群众们 我都不认识你们我的朋友也不认识你们 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们家的事儿评头论足呢 这点就很好笑了大秀恩爱的时候啊 让观众都来买单被自己圈粉 让自己事业来上升等到人设崩塌的时候呢 就来怪网友太关注自己的私生活 你们根本没权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指手画脚 这有太双标了吧 然后呢他还说对这个他红心的儿子张浩莲 是他的妻子 他说张浩莲删微博是出道前公司统一安排的 你们别为黑了我连小孩子都利用 那怎么就这么巧合呢 在你出事了之后就单单把你的微博删除了 别的都没删吗 他还说啊我是个东北人 所以我问心无愧 你们这些黑我的都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是什么逻辑啊 东北人就问心无愧了吗 想必东北的朋友们也不愿意这么被他代表 更别说用地狱来给自己的人品来背书了 他还说呀我很委屈世界没有我想象中的美好 人心比我想象中险恶无愧于心 却不能得到开心的生活 最后啊他终于说到了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经纪人 他说我的经纪人因为给我带来了这么大影响 所以引就辞职了 你们想要的结果来了可以放过我了吗 这是对这个必赢的下岗到底有多委屈啊 于是有网友吐槽 这是在演穷妖剧吗 一边心疼无辜下岗的这个经纪人 一边又咆哮你们满意了吗 于是呢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啊 卓贤跟这个凯文你们看了这个他这个长微博之后 你们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首先这个张丹峰他最好是真的没出轨 不然他讲了这么多真情实感的长微博 如果到时候实锤真的出来他可能就要被打脸 第二个是他跟红星的这些 不是他跟这个碧莹小三疑似小三那些行为 其实又不是只是被网友拍到那一次 还有很多次他们就微博互动啊 各种都是很亲密过于亲密的行为 所以本来就是不对的 他居然对那一些行为全部都一概没有提出 因为那些行为才真正让网友气愤的 可是他都没有提就一直来指责网友 这也是不好的 而且我留意到的是这个事情发酵这么久 他为什么现在才有这个辞退 避赢这个行为呢 看上去似乎是有点被动哦 如果是真的如此的坚决 那一开始就可以这么坚决吧 所以这是我主要的看法 他怎么看 那我觉得他这个里面主要也是攻击网友 他没有提到自己本身的问题 或者是他们或者澄清一些谣言 就比如说毕莹之前在网上在微博上这种平台 比如说攻击网友啊或者发表那种无谓的评论啊 或者在已经被人找到的小号里面发出的那些文章什么的 他也一概没有做出解释 所以我觉得这一篇长文其实有很多可疑之处 而且整体的感觉好像就不是特别的诚恳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想用这个文章来澄清什么 他只是想再一次的对大家说 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我是无辜的 你们可能想要消停这些舆论吧 因为他现在处于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面 然后很多人都会去他微博骂他呀 或者是发出很多文章来批评他揭露他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觉得自己的隐私可能也受到了侵犯 然后他不愿意再继续这样子被可能受到攻击 所以他才发出了这样一个文章 嗯 没错 但是这个张南风啊知道自己肯定会被骂的 所以呢就把这个评论的功能给关了 所以呢吃瓜群众们就只能通过热情的转发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那看完他整个的这个文章呢 这么多的叹号跟问号明显就是一肚子怨气 不知道是哪方面给他施加了压力才会忍痛割爱 所以大家这个网友们都有一个心声说 詹登峰你能不能学学隔壁的这个许志安啊 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好吗 但是应该就是没有实锤 没有拍到搂搂抱抱亲亲 所以呢他就是打死也不承认 所以就有杰出的网友啊给他写了一个总结 是说他这篇文章呢就是说 红心不懂事儿 网友太恶毒 碧莹太懂事 自己很委屈 您负天下人不负小助理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经纪人呢 碧莹究竟有没有辞职 目前呢他仍然是张南风两家公司唯一的股东 并且是法人 那在4月23号呢 张南风的新剧《勇者无惧》的合作年演员 赵如 赵如烟晒出了他们这个剧的杀青合照 其中呢 碧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中啊 他站在了C位上 引起了不少这个吃瓜群中的吐槽 随后呢 这个赵如烟就删掉了微博 我们看这个图片 妥妥这个老板娘的感觉啊 满面红光 看来没有受什么影响 有人说啊 这个小三这个碧莹啊 之所以猖狂 是因为背后有渣男在撑腰 目前这个碧莹呢 仍然是这个张南风粉丝会的管理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友爆料 他是这个群的 仍然是管理员 那业内知情人士呢 也表示 张南风接下来呢 是基本没戏了 很多本来跟他洽谈好的剧呢 也开始换人了 就比如图上这个本来是他演的 随后呢就变成了是小龙 毕竟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啊 很难得到大众们的理解跟谅解 有这个吴秀波的这个前车之鉴呢 很多剧组也不会再轻易的尝试 有这种劣迹的艺人在跟他们合作了 不过张南风之前出演的电影啊 特勤精英却在某个平台上播放了 而且细心的网友啊 发现这个片头片尾才发现啊 碧莹的名字 居然出现在了制片人的一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 呃 能不能请导播把它缩小一点 右边有一个碧莹的名字 那这个呢呃出品方呢 居然也是碧莹持股的北京 枫颜文化有限公司 碧莹啊 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90后经纪人 就能担任制片方跟出品人 这背后是有谁的这个支持呢 恐怕呢是不言而喻了 这也大概能理解啊 碧莹短短的几年就可以从一个 这个刚毕业的一个毕业生 变成一个满身名牌的法人 制片人出品人 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风波出了之后啊 他一个人去拍了婚纱照 我们可以看看图片 在这个结果眼上去拍婚纱照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这个表情啊明显就看起来比较哀怨 张大丰的两家公司呢 碧莹都是百分之百持股的法人 所以这样赚来的钱 基本也是掌握在碧莹的手上 如果真的昏变了这个财产呢 估计也是一个大麻烦 港媒方面呢甚至爆出了红心借钱搬出原来的家 租住在外面的这个新闻 还指出呢财产已经被小三转移 不论这个消息真假 最近红心呢倒是频繁的出现在活动上 好像呢是要付出了 看起来这方面可能确实不太宽裕 那我们再跟两位嘉宾凯文和卓贤聊一下 那现在他们俩到底是什么状况 这个红心是不是要原谅他 你们认为呢 还是这只是一次炒作 我觉得像红心这样已经 在人生阶段上面稳定下来的一位女性 你看他已经有了一个这么大的儿子 然后又跟这个张丹峰生了一个小孩 他肯定不想要再更多的这些风波跟别扭出现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相信他的丈夫 不知道他们私底下有过什么沟通 不过呢可能一种沉默也是对他丈夫的支持吧 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反复讨论过这个财产拥有的问题 可以看出来啊 碧莹是张丹峰一些公司百分之百的持股人 所以呢财产大权仍然是掌握在男方身上的 所以这个红心如果他要近身出户可能是做不到能够养这个两个子女的这么一个行为 我觉得可能不是他主动原谅应该是被迫原谅吗 毕竟这个张丹峰现在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他没有工作这个红心目前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是没有办法 没有财产来支撑自己独立可能 凯文怎么看 我认为就像上次之前第一次我们做聊天室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一点说过这个 就是我觉得他红心他作为一个女人 他之前已经有一段可能是失败的感情或者这个失败的婚姻 然后我觉得他不愿意再经历这一次可能第二次的舆论 然后别人说他又离婚了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在感情方面又再一次受这个方面的折磨 然后同样就像刚才卓仙说的这个钱的问题 他可能到最后一分钱都带不走 因为公司也不是他的名字法人都是必赢 他可能一分钱都没有到最后 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有一个孩子 他跟张南峰有一个亲生的孩子 那如果最后可能要闹离婚或者是打官司的话 法院不一定会把孩子判给就是红心 因为他对他没有他没有财产他也没有家 他又没了没了老公 那他最后就是一无一无所有 然后人到中年一无所有就很可怜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作为红心来讲 他肯定是有很多方面是需要他来考量的 不光光是说你出轨了我就要跟你离婚 这样这么简单而已 我还有一点比较疑问的就是 张丹峰发了他的这个微博过后 我不知道碧莹有没有在微博上做出回应 或者是就是说一下自己的状况 他现在这个如果出面做回应的话 一定会被人骂死吧 会被网友这个tom给淹死 那目前已经是把所有的这个微博都清空了 而且呢应该是不愿意出面接受任何的采访的 那你们认为啊这个明星啊他需要有自己的隐私吗 应该有吗 那他如果是这个隐私是不是就是被大家知道 他这个私生活是不是他们作为明星的一种义务呢 我觉得我们作为普通人去看娱乐圈新闻的时候 肯定觉得明星的定义就是娱乐圈里面的人 那娱乐圈里面的人肯定就是要尽他们一切所能来娱乐大众的 那如果是作为其他的角度 比如方说作为一个媒体 尽管是八卦媒体 他肯定都会觉得希望自己有这个报导的新闻自由 那可是明星作为这个想要维护自己隐私利益的一方 也可能会说那我们只是人 人就需要有自己的隐私 所以在想这个新闻自由跟这个明星的隐私权 那碰头的时候我觉得最需要看的一个点是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身份 我觉得最需要看的一个点是 这个信息对公众 它是不是真的有用 所以我就在查各国的法律要如何尝试去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德国的法院 他在论证新闻自由跟公众人物的隐私冲突的时候 他就会他就会倾向于这样去判断 他说不能判断公众的知情权能不能受到保护 而是看这样的报导会不会影响公众观点的形成 也就是说从这些花边行文里面出来 这么一个信息能不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对某一样社会现象的看法 所以我就在想可能呢 如果这个当事人可能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如果这个当事人是有名的政客 那他即将要去竞选某个地方的领导 那如果他个人出现了这样的不检点的类似这样出轨的行为 那是不是公众就有权从他这个对他出轨行为的报导 这些新闻里面去看去窥探这个人的这个身份 或者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有能力去管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出轨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人的人格 所以如果他是一个需要去对公众的各种权利 去进行保障的一个未来领导人 那我们可能有这个这个权利去知道 那如果他是像这个张丹丰啊这样明星的这个出轨啊 不知道这个我们从他出轨的这个新闻里面能不能 这个判断出我们对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的改变 所以呢这个问题也是无解的只能见仁见智 你可以说从这个张丹丰出轨 我觉得我改变了对婚姻的看法 那就可以理论说这个明星不应该有隐私权 可是你如果觉得说出轨是人类共同的行为的现象 那我不能从这个个体看出任何的这个呃 我对其他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 那可以说明星这个隐私权是值得保护的 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吧 这个也是双向看的 之前呢大秀恩爱把自己所有的私生活 倒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怎么不说大家侵犯他隐私权呢 是不是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一个明星挣的就有这一份钱 就是把这个大家想要看的隐私这一份钱都已经挣回去了 那凯文怎么看呢 我觉得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 你就应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你可能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或者你的生活的大小事 都会被呈现在公众的眼前 因为这就是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所拥有的影响力 但是既然你拥有了这个影响力 你就应该承担你的这个影响力所带来的一个社会的责任 那如果所有人都在看你的行为模仿你的行为的话 那你就更更加应该成为一个 比如说道德方面的榜样 那像张丹丰这种公众行为 公众人物他的行为造成了社会的这种影响 他是造成了这种负面影响 那那其实没有办法 就是比如说狗仔什么的 他们有新闻自由 他们确实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并不是所有人的每生活的每一刻 都希望被大家所知道 但这就是人的本性 不管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还是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然后你生活中比如说你出轨了或怎么样 你周围的人还是会知道 你周围的朋友还是会想 比如说当个吃瓜群众 也想知道事态的发展怎么样 因为这就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就是八卦的 那既然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就更更加应该了解到 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让自己的私生活变成变得私密 所以你一定要尽你自己的所能 让你自己就是整体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在荧幕下 无论是在工作里还是在生活中 都是一个好的榜样 让无论任何人看你都觉得你是一个 可能一个道德标准的一个榜样 然后这样子你才不会辜负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就是大众给你的关注度 还有那些媒体对你的报道 确实他人家出不出轨 确实是他们的私事 但是这个张丹丰一直设立的人设 就是好爸爸好丈夫 但是这个人设就崩塌了 那网友肯定就不干了 你赚了就是这份钱 你能让人设崩塌了吗 是不是 但是网友最关心的 其实还是他们的财产问题 碧莹目前还是西同影视文化工作室 和北京丰严文化有限公司的法人 而且这两家公司都属于自然人独资 也就是说碧莹是公司唯一的控股人 完全的拥有这两家公司 其实有可能碧莹代持股 张丹丰跟这个红心的公司 名义上公司是碧莹所有 但实际上是属于他们夫妇的共同财产 如果两人离婚的话 应该会对财产进行分割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张丹丰恶意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手段 张丹丰自己的公司 登记在别人的名下 并且是百分之百持股 不仅完全将这个妻子排除在外 有可能会借此转移财产 并且呢 这个张丹丰有可能会让币营管理经纪公司的时候 故意不给自己发公司 甚至是少发 因为这样夫妻一方的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话 如果这个张丹丰没有收入的话 那么夫妻的共同财产呢 就会大大的减少 甚至归零 这样一来 离婚的时候呢 红心就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那经过这件事之后 大家都知道凤狂男吧 经过这件事之后 又出来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年夏男 年夏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经济差距特别大 年龄差距也特别大的 姑娘们以后再遇到这种男生呢 你们可要小心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趴的明镜聊天室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评论跟转发 并且订阅明镜聊天室跟明镜电视 我是杨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 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个呈现 不是像社交媒体 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 建不论丧事 弄自由 这么一种宽动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和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电视平台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 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 也因此得以增加 建立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 准备有这么一种新的开始 我们来我很碰 看一下 这